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来 今天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开箱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时因为主要是拍视频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不太需要肩带 因为你把它放到文静仪上 或者你把它放在三角架上 有个肩带在那里搭着呢 就非常的不好看 而且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专业 所以经常把肩带卸了 可是有的时候陪女朋友去玩 或者是有的时候要拍照什么的 就没有肩带又非常不方便 没有肩带你就要一直拿着它嘛 就是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呢 就是一直想买这个叫做Leish的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叫P P Design的叫Leish 这个型号叫Leish 就非常的好用 这个我买的是50块钱加币 但是美金的话会更便宜 我原来以为我买的是黑色的 但是没想到呢 寄来的是灰色的 可能是我选的时候选错了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呢 虽然是黑色的 虽然是灰色的 但是我觉得仍然呢 看上去是非常有质感的 你看它里边呢 你有不同的这个胯的这个方式 可以斜胯 可以一个肩胯 甚至可以放在胸前 像旅游罩的这种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一些参数在这边 这一款呢 它是基本上所有的机型都可以cover 他们它呢 这个 它最近有一些新的一个product出来 我也有看过 新的product呢 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就是它的肩带比较宽 然后也分一个light版和一个正常版的 light版的话呢 就是说有一些很重的像B5 像EDX这样的机子呢 你是不太好用的 但是这个就可以 只不过这个肩带有细 那我们现在就来check 看一看 这个到底是什么感觉的 从整体外面的外观来看的话呢 是设计的是非常不错 另外呢 嗯 你能感觉这一边呢 是有点气贴实的 就是你这样 轻轻的一合 它就有一个响声 然后它有一个吸力在这边 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把后边的这个封条打开 其实这个到了很久了 那我一直都没有开箱嘛 就是说 想找个时间来做一做 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嗯 最近呢 我呢 跟几个朋友呢 一起在做一档叫做三言两语的节目 是在聊一些 啊 这个 聊一些现在比较流程的话题啊 第三四个人一起 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吧 这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啊 好像 都容易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哦 OK 这个呢 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袋子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 我们拿开看一看 哦 这个呢 就是取代相机边上的那个 那个小的挂扣 啊 这个 然后 还有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用来 凝这个 东西的这个 就是这个可以定在这个 相机的底部 你放在相机底部之后呢 它也可以挂一个 是这样子 最后 这是它的牌子 然后这是一个 大概是这样子的 而它的主角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袋子 袋子包装还挺 好 两个 然后都把它拧开 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包装呢 还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OK 终于拆好了 现在去看一下 我现在有这个肩带 这个肩带的手感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以为是那种非常 就是A7 或者是6500 它自身带的那种尼容的 它这种呢 好像也是尼容 但它表面摸起来非常光滑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身上这样 是非常光滑 不会感觉很合的话 很那个什么 很扎的吧 所以我觉得女生 夏天的时候如果背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蛮顺利的 所以这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 快速的release 这个button 觉得 一定是有一个更好的 接的方法 不然的话 感觉好像总是要几个 所以我们这里一共有四个 这个 加上一个带子 那这个带子呢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功能 就是说一旦你戴上相机之后 这个地方 你可以迅速的release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 带着相机带着 如果我觉得不够长 我可以 迅速的 把它变长 OK 所以就可以让你 让你携带 或者是侧带 就不像说 我们传统的那个 非常的不好弄 那这边是两个 这边呢 是一层 我看最长可以到哪里 多长 就是抬起这个黑色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那个绳 把它这个放在 所以 人工选啊 差不多 这个多少米呢 有大概2米 我看这样写了多少 这项写的是 这项写的是 它的长度是 1米5 确实是差不多 1米5的样子 所以足够用了 不管你是这么带 这么带 还是这么带 都已经是不够用了 对于女生来说 可能都用了这么长 好 我们现在来组装一下这个 看一看什么感觉的 这个绳子呢 是比较结实的 然后如果要放的时候呢 是这样放在前面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 这个地方做的就非常的好 你这样在弄的时候 就非常的好往外处 所以 这个是这样 它里边呢也是有弹力的 你看 这是个是一个板 里边是有弹力的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放到外边 然后 把它按下去 把它按下去 这个痘痘 就会跟着往前走 然后往前一顶 它就非常紧了 如果要卸的话 能看到这边的设计 你往下按 然后往外一弄 因为有这个坡度嘛 所以就 比之前一袋呢 就好弄一些 然后这样就下来了 就非常的简单 再不用像原来那样 就是挨个去弄啊 去弄啊 这个非常好 然后这边也带上 OK OK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弄好了 你可以把它带上来 然后 然后这个地方 上面的这里 它做的呢 我之前想买黑色的 因为我觉得都是黑色的 比较酷嘛 但是我觉得灰色的 也蛮好看的 哎 还有挺有特点的 如果你想 如果你想要这个 缩短这个的话呢 就要弄这边 这样拉 然后你往上提 如果你想把它 就是变得长一些 你可以直接提它 把这个用黑色的提一下 然后往下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也可以这样直接拿上来 然后这样可以拍 然后呢 也可以把它变得长一些 马上可以变得很长 然后可以跨在后边 也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款肩带 是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而且非常的适用 如果不想用的话 把它拿下来 非常简单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把它放到下边 定住之后 你可以在这边 下边有一个 对于很多拍照片的人来说 你把它架在这边 哎 这样拿起来可能会更方便 要看个人的 个人的喜好 然后这个下边呢 在很多时候呢 它也是通用 跟其他的那个 三脚架也是通用的 对非常方便 然后我把它锁回来 好 这下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 拍照片 拍视频的时候 或者在家的时候 就可以把肩带直接卸来了 OK 所以说 这上面这个里面有一个标识说 如果要 当重量呢 超过了90英斤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要注意一下了 而且这个绳子 如果有任何破损的时候 一定要继续更换 但是它相信 真的会出状况 那么 基本上呢 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每一套 这个历史的Extract 它给了你四个这样的豆子 所以我呢 就可以放在6500上两个 然后放在873上两个 这样的话呢 可以随时的切换 哪个需要哪个不需要 如果以后真的还有别的需要的话 可能还会再买一副 那今天的这个历史的测评就到这里 我建议所有的摄影爱好者 都可以搞一套这个东西 真的非常实用 OK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